颱風杜蘇瑞帶來強風好雨 消防人員隔著暴漲溪水 利用拋繩槍送物資到對面 原來是有一對29歲的英國籍男子 和26歲女子 25號颱風來臨前 陸山跑到利松溫泉扎營過夜 26號返城時遇到溪水暴漲受困 盡銷貨爆後上山救援 但也因為溪水水勢過於湍急 就讓人員無法渡河 為了避免受困情侶失溫體力不止 消防人先把糧食和保安物資送到對岸 等水勢趨緩後再度合救援 也索性受困情侶並沒有生命危險 但也因為台東縣政府早在25號 就公告山區管制進入 冒風雨泡湯的情侶 恐怕還會被開罰5萬到25萬元以下的罰款 而另一頭花蓮玉裡 則是有民眾家裡的家具全泡湯 民眾拍下家門外 大雨狂下家裡也大淹水 家具全都泡在水裡 讓它好傻眼 而罪魁禍首盡是一旁的水溝 因為水溝還沒完工 大量雨水就從水溝缺口處不斷流出 一路淹進了一旁的民宅內 後來廠商趕緊先堵住缺口 索性目前的淹水已經退去 民眾也趕緊清理家園 但就怕杜蘇瑞帶來的強勢風月 恐怕短時間內還不會結束 記者綜合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